四川成都的世大運 還有杭中亞運 都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延後到今年來舉辦 而行政院長陳建仁 上午是來到高雄左營的 國家訓練中心 來看看選手們的備戰狀態 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 為這個選手加油打氣 其中即將代表國家出賽的 國手黎智凱 郭慶淳 羅嘉玲等等 也都在現場 而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 還看了這個排球 卡巴迪 舉重 跆拳道 柔道 等等的訓練區域 幫這個選手們加油 希望他們可以在接下來的 國際賽事之中 能夠有機會為國爭光